作词 李宗盛 难留许识的诚语 为了证明曾经说话算数 我把生命当作定情义无 爱的幸福 缺越幸福 你的伤痛连着我的旗鼓 就算世界已经到了倔逐 谁也不许将谁丢在半路 爱的幸福 缺越幸福 你的眼里含着我的泪珠 为了证明曾经说话算数 我把生命共作定情义无 就算世界已经到了倔逐 谁也不许将谁丢在半路 半路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5000 二 三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自己该做什么 你我有缘 但汗却无分 虽然你已经离我而去 可我感觉 你还陪伴在我的身边 就像你说过 要永远陪伴我闯荡江湖 你慷慨地为我付出的所有 在我还来不及汇报的时候 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你所做的这一切 我无非永生难忘 Atari 吴大哥 今日一别 我知道你必然伤心之急 男儿有泪不轻弹 凌肃留下的七星海堂 我希望你能再次种活它 它留下的两颗种子 我已经把它给你带在身边了 凌肃给我的七年 我会好好地活下去 我希望七年之后 你带着七星海堂的果实 和灵溯寄予我们的情感来接我 千万珍重 子异 灵溯 子异 我一定不会令你们失望 你写这封信给他 目的是什么呢 我希望他在这七年里 可以有一个寄托 有一个希望 让他可以积极地活下去 男欢女爱 本来就是虚幻 在这段日子 我想他会认识一个比我更好的姑娘 这样就可以忘记我 长文人大会虽然因为五大门派的退出 和苗仁凤等人的搅局而功外垂成 但也会产生影响 禀大帅 近日一些门派纷纷要求派弟子 参加科举为朝廷效力 另外在掌门人大会之前 有些门派为了争夺掌门人的席位 造成了不少损失 势力也有所减弱 这也算是小有斩获 可惜我这二桃杀三世的妙计 被胡斐和陈家洛破坏 参见大帅 怎么样 近日江湖上比较平静 只是药王谷发生过一场恶斗 死了几个人 接着说 据汇报 独守药王之徒薛厄 成灵素 及师弟十万琛互斗而死 原子一身中剧毒而死 胡斐只身向关外方向而去 小师傅 四处最喜欢给我做回香道之bli 即使向价恃 醒者 小师傅四处最喜欢给我做回香道之bli 小师傅 四处最喜欢给我做回香道之bli 也没吃过四叔做的 那么好味道的回香豆了 客官 您尝尝 刚炒出来的 您尝尝 客官 店里有上好的韭菜 里边请吧 什么回香豆啊 这么鲜 客官 伙计年纪大了 做得闲了点 不过您好下饭哪 我不收您银子 送您一点 陈锋 店里做吧 来 请吧 请吧 请 请 客官 您的菜 这个是我们的招牌菜 家乡风味的 这个大饼呢 虽然看着挺普通的 但是做得挺好吃的 客官 您尝尝 来 客官 您要什么再跟我说 客官 您尝尝这个 刚炒的 没那么咸 这次的肯定稍微好一点 您尝尝 吃吧 老不死的 这么咸啊 想好好做我们个儿几个 对不住 对不住几位差爷 可能是年纪大了 烟房多了点 你个老不死的 老了还不是像 这个月的月仪呢 几位官差大爷 我们掌柜的出了门了 您看这店里的生意又这么差 少过来这套 每次都给爷党哈哈 如果今天拿不出银子来 那就是你们给客人 下了蒙汗药了 我们就查封你们这 这 差爷 我们做的可是正当生意啊 您不能冤枉好人哪 这是官府的命令 懂不懂啊 算了 还是别管闲事 当务之急 是找到住七星海堂的地方 千万别把大事给耽搁 你怎么拿出来 是银子 我们去做正当生意 什么正当生意 是啊 差爷 拿不出银子来就不行 像王汉药的罪名 我们可单单无欺 不给银子 就给我滚 差爷 您怎么 差爷 你也滚 几位官爷 不要欺人太甚 他们的月仪是多少 还有个当大头的啊 一百两 你说什么 他说的没错 一百两 刚好 我这里呢 有一百两银票 给你们 只怕你们接不住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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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谢谢 三位 谢谢您 换个地方迎胜吧 这里不太平 做不了生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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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叔 您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没事 放心吧 这位大叔 您可是姓平 嗯 幸福 您的 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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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菲儿啊 你能有今天 我也算没辜负了恩公啊 四叔 让你那么多年 一个人在这里受苦 我心里真是过意不缺 那个时候在保定府啊 跟那家当家的不太合 只好离开了 我又是个残废人 到处逃不到活 四叔 幸好呢 遇上了这殿小二的爹 大家就凑合着开了这个殿 一晃就这么多年过去了 老喽 连做灰香豆也尝不出咸淡味喽 谁说的 四叔 这灰香豆的味道 跟小时候一样 好吃着呢 真的 你小的时候啊 咱家里穷了 没什么别的好东西给你吃 只好啊 做点灰香豆 就能让你高高兴兴地吃上一天 那个时候 我觉得四叔做的灰香豆啊 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好好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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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吃点 我觉得太咸了 菲儿 刚才 你说 咱要去哪儿 去北边的天山 我打听过 只有那儿 才是至阴至寒的地方 我要去那儿种一种花 种花 对 种一种花 为了救一个姑娘的性命 我得在那儿待上七年 等那花结了果 才能回到中原 你说什么 菲儿 你 你这样做 对得起陈总舵主 和袁世公吗 难得你武艺学成 这大仇未报 你却为了一个女子 去那雪山上 花七年的时间 去种一棵花 四叔 这花 我是非种不可 要是知道你变成了这样 我你可永远不要再见你 想当年 你爹娘是那么的豪气盖天 没想到你 你现在变得如此窝囊 四叔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有说过不给爹娘报仇啊 菲儿 你打小就有一副侠义心肠 就喜欢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可是如今 你见了那牙医欺负百姓 要不是因为我 你还撒手不管了呢 是不是 我只是不想节外生枝 你只想赶到雪山上去 种那棵花 救那姑娘的命 四叔 你为了救一个女人的命 居然把侠义儿的 给忘了 四叔 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若是当初我娘中毒的话 我爹也一定会这样做的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我知道做事的轻重还机 好 好 好 你长大了 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咱们各走各的路 我四叔 你听我说 四叔 四叔 你听我说呀 四叔 这些年来 我没有一天忘记过 给自己的爹娘报仇 其实我早见到了苗然峰 我连做梦都想杀了她 可苗然峰的武功的确太高 若是我现在去报仇的话 是绝无迎面的 至于 至于那位姑娘 是我自愿承诺的 四叔 大丈夫岂可言而无信 我也刚好趁着七年的时间 好好磨练自己的武功 等七年后到了火后 再首刃仇人 四叔 这么多年 菲儿心里一直记挂着你 以前是迫不得已 若是现在你不管我的话 那菲儿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一个亲人都没有吗 四叔 我相信你 还是要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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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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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你们就在这边 我回来 我回来 自己的去 我 七星海棠 需要在极阴寒的地方种植 才能够成长 药王谷的土壤虽然阴寒 但是经过几十年之后 已经慢慢失去它的特性 阴寒不足 四叔 这里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至阴至寒之地了 这里整天晒不到阳光 而且是山峰的陡峭之处 是啊 化石不错呀 但是种子毕竟只有两颗呀 万一 我看不如先种一颗下去 若是不行 还有个退炉 我看不像是山峰的虎 你再看不像是山寒的传说 那条件都可以 我会再让你进来 不许可 我说 question 糟糕 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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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叔 那花不能浇水 要浇酒 子叔 这花只能浇酒 不能浇水 飞儿 你爬上来 拉住几根木头 我把你拉上来 冲儿 走 飞儿 公公公的 冲儿 辰冲 伤着哪儿没药 四叔 那种子 四叔 我决定等 一个月不发芽 我等六个月 六个月不发芽 我等六年 也许丢的那颗种子 可能发芽了呢 不可能 这七心海棠 只有用烈酒浇灌 才能成长 那就只有 再等等看了 灵儿啊 灵儿啊 反正咱们坐在这儿 也是白做 万一那颗种子 要是真的发了痒 那可就是 两个姑娘的命啊 去吧 不用担心四叔 我这把老骨头啊 我成不成 你都撑了十多年了 不会在这儿倒下的 那快来快来 来 哇 哇 又珍贴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了 真的有了 四叔 四叔 他发芽了 他真的发芽了 不可能啊 没有烈酒的浇灌 他为什么能发芽呢 这个地方真奇怪 这个平台不像是天宫造物 倒像是人工开草出来的 这是为什么呢 怎么会有酒味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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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这里藏了这么多的好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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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珠宝呢 四叔 四叔 飞儿啊 你怎么下去这么久啊 七星海棠呢 四叔 这雪山既是我的克星 也是我的旧星 那七星海棠 在下面已经发了哑 真的啊 而且我在下面发现了宝藏 里面像这样的翡翠有很多很多价值连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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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 我们都是求雪山大侠救命的 人们都说这山上啊有一位大侠为民除害啊 官府为害百姓强受顺淫 卖地开荒啊 就是我们这当家的吧 也未正变了几句就被关进衙门受尽了苦啊 如果雪山大侠不救我们 我们就真的被活路了 快带给大侠客户 官府拿走了我们所有的银子 如今又抢走我的儿子去开荒 你让我们这老梁口怎么活呀 就是说呀 求大侠救命啊 可怜可怜我 那你们见过那位大侠吗 没见过 没见过 可怜可怜 听说那大侠呀 就像是长着翅膀的狐狸 来于乌影去无踪啊 喜欢喝烈酒 喝了酒能幻化变身 他长得就像一只狐狸 把那个县太爷啊 都给下晕过去了 他专门帮助穷人 和官府作对 他就是雪山飞狐 小姐呀也真是身娇肉贵的 这么一个小洞一夜就没睡好 要是换了我们呢 一辈子都感觉不出来 你们在干什么 小姐 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们了 对了 韩医生 我昨天请你买的白狐狸皮买到了吗 哦 回小姐的话 卖狐狸皮的说呀 现在大家都不敢打白狐了 别的颜色呀都有 就是没有白色的 听人家说 最近有个叫雪山狐狸大侠的 是雪山飞狐 哦 对对对 雪山狐狸大侠 听人家说呀 他能为民除害 甚能变成白狐 所以呢 大家都不打白狐了 怕呀伤害雪山狐狸大侠的同门 所以呢 就买不到白狐狸了 哦 这个褥子呢 我想给小姐再收拾收拾 先将就着用吧 嗯 雪山飞狐 雪山飞狐 爹爹 若兰 提这么早啊 帮你泡了杯好茶 爹爹出汗了 好不好喝 很好 味道不错 一会儿再帮你弄啊 这无事献殷勤 一定是有事求爹了 爹爹 今天胡伯伯胡伯母的祭日 是不是快到了 我们还要去祭拜他们 我们今天早点出发吧 往哪儿在家门的发慌了 若兰啊 今年我们不会去 为什么 因为爹有件事 一定要做 爹爹 我们年年都去的 你自己说过 他们是你最敬重的人 今年不去会不好的 今年呢 爹有件很特别的事要做 什么事啊 帮你找个好妇婿啊 帮你找个好妇婿啊 爹 你不要兰儿了 爹是想帮你安排好 以后的生活 兰儿现在自己安排得很好 我只要跟爹爹在一起就行了 若兰 我不嫁 我不嫁 我不要嫁 若兰 小姐 嫁人是好事情吗 哪有闺女说不嫁的呀 没你的事啊 别多嘴 是不是让我插你啊 不说了 不说了 可是老爷决定的事情 谁也拦不住呀 就算再舍不得老爹 难道真的一辈子不嫁啊 谁是我不嫁的 我只是想 我只是想 小姐原来是想自己 给自己找个姑爷呀 我是想 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像小时候一样 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随便找一个 从来没见过面的土挂蛋嫁掉 就这样过一辈子 小姐 这种话可不能乱讲 婚嫁是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 为什么长大以后 每天都变得这么无聊啊 这地以前我平大哥 到处闯荡江湖 那日子多快活啊 过一天略定现在一年 有时候真想就找平大哥 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 当年有个小妹妹 小姐 老爷常说 不希望你和会武功的人来往 我看 所以他才不讲武功啊 爹爹不带我去没关系 你 小弟小姐 你可别吓唬我了 我连村口都没出过 怎么带你出去闯荡江湖呀 你呀 真的很没用 秦儿 粮食给你送来了 知道了 马上就来 秦儿姑娘 这次的粮食啊 比往日好得多 你们家小姐 一定会喜欢的 阿牛 小姐 希望你了 每天走十几里都来给我们送粮 没有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个姑姑笼 这个姑姑笼子 是阿牛特地给你送来的 谢谢 阿牛啊 你常出门见识过啊 最近有没有听说 什么有气的传闻啊 也没什么呀 你有没有听过雪山飞狐 我当然知道了 那可是位大侠 他武功盖世 将无人传说啊 他来乌影去无踪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还劫富济贫 行侠仗义 处处收人歌送 他 他姓什么 有个老头跟他挺熟的 说好像是姓平吧 姓平 怎么了 爹 你不要杀他 还不知道小兄弟的姓名啊 我叫 我叫平匪 会不会是他 对 一定是他 阿牛啊 能不能 能不能 小姐 你就说吧 只要是你让我干的事 什么都行 真的行 真的行 行 你带我去找雪山飞狐 那 那可不行 小姐 让苗大侠知道非打死我不可 再说了 你一个姑娘家的金枝玉叶班 你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呢 还要跟那种江湖人打交道 我不管 你已经答应我了 你一定得带我去 小姐 其实啊 没有一个人见过雪山飞狐的真面目 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了 你想啊 他那么大一大侠 还处处跟官府作对 要是好找的话 衙门早就把他找到了 对吧 这事你就别为难我了 我走了 好 他来无踪去无影 那是谁留下的脚印 深的永恒 千的天真 那是谁闪过的花生 红的热烈 啊 白的单纯 难道传说你都信 谎话你都听 爱人是救星 还是要你的名 难道传说你都信 谎话你都听 独要你都应 只要心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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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你的眼睛 那只红色的狐狸 穿过你的心 那只银色狐狸 不远不尽 做梦不停 他来无踪 他来无踪 去无影 难道传说你都信 谎话你都听 谎话你都听 爱人是救星 还是要你的名 难道传说你都信 谎话你都听 独要你都应 只要心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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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传说你都信 谎话你都听 爱人是救星 爱人是救星 还是要你的名 难道传说你都信 谎话你都听 独要你都应 只要心愿意 只要心愿意 只要心愿意